我这一天吃的也不多 可一到春天后 吃点东西就紧动 春天是不是一天吃一顿饭都行 早上吃那点东西到晚上都没想到来 五老师为什么这些朋友 跟春天这个季节有一点不对付 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 所有的动物出来了 体内的阳气也往外散发 人也是一样 所有的功能就应该更强 但有一些人 他的功能就出来的就是什么 季节出来了 但是人的功能没出来 比如说脾胃功能弱 这个时候该生发你不生发 你就要出毛病 以前也讲过 春天的时候对应的应该是肝 对吧 都是肝肉问题 咱注意养肝 怎么现在跟脾胃又挂上了 肝的功能是做输泻 调畅情质 它对消化功能是一种帮助 如果帮助的功能减弱了 我们人的消化功能也会减弱 比如说 人要高兴了 轻轻舒畅了 这叫肝气调打 人可能要会多吃一口饭 这个我们平时每个人都有生活的体验 这就是肝脏的输泻功能 参与到人的消化功能的一个例子 那么如果要是肝火旺导致脾胃不合 不要用点肌内筋帮助我们消化 这是有好处的 我们直播间有一位网友叫做小甜甜 他说以前说到这个基石的时候 推荐过的药是大扇扎丸 还有这个饱和丸 那您今天又推荐的是肌内筋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肌内筋它是动物体内的一个脏器的内容 这叫什么呢 中医讲这叫血肉有情之品 比植物类的药物相对来说 人吃到这些动物类的药物的作用 相对来说要更好一些